但是其实他另外一个方向也是问说 那个人你难道在我里面看见神了吗 为什么叫我是良善的呢 所以你告诉别人神是好的 这个回答不够好 也不会有太大用处的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字呢 我们希望有一个字是大家不滥用的 就可以单单用在神身上 我的答案是有这么一个字 就是正直 如果他们需要听见神 就是神是正直公义的神 如果你光告诉他神是爱 他们就有错误的想法 如果你说神是正直公义 然后告诉他们你这个意思是什么 你很快就可以进入福音的核心 基督死是因为神是公义的 这是他死唯一合理的解释 当我们讲神是公义什么意思呢 这个里面还有正面跟负面的意思 正面的意思是 凡是神所做的都是对的 要这样说要有很大的信心 神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 作为牧师 有的时候要安慰父母 他们失去了婴孩 他们就问我 那我们的孩子 神拿他们怎么办呢 孩子是在天堂 在地狱 在阴间 我的孩子在哪里啊 我必须回答 我不知道你的婴孩在哪里 因为圣经里没有告诉我 婴孩死了到哪里去 但是我说我要告诉你这个 如果神拿走我的婴孩 我对神的认识 至少让我相信 不论他怎么做都是对的 我相信他所做的是对的 这个呢 是我们等候神 而不是认命 不是说 哎 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在1975年 我们发现我的妻子 得了致命的癌症 是偶然就发现了 一个医疗宣教医师 要到非洲去到我们门口 跟我们说再见 在非洲他是个眼科外科医生 我的妻子 左眼一直有一个问题 但是现在越来越红厉害了 当人家为了新眼镜 测试他眼睛 眼光师告诉他 我看见你这个眼睛 我觉得不好 你应该要去看医生 于是我们就到医院里去挂了号 但是医院说我们人太多 三个月以后才能看你 我们现在知道 如果他要那个时候 等三个月一定死了 这个宣教士到门口 跟我们说再见 他说我要赶到机场去 不能进来 但是我要走之前 先跟你说再见 我就跟他说 你可不可以看看 我妻子的眼睛 他看了一眼就冲到电话旁边 就告诉我 他必须要进医院现在 我带他去医院 那个医生说可能已经太迟了 可能已经进到视神经了 他说上一个这样的病人 我必须要把他整个一半的脸都切除 我觉得实在很难接受 我宁可他带着整张脸在天上 而不愿意他带着半张脸在地上 医生说我会尽力 你现在带他回家 等于鼓励他两天 然后再带他来 回家的路上 妻子问我医生怎么说 她想要知道 我就告诉她 从那一刻开始 她完全平安 我觉得惊奇极了 我们回到家 跪下来 我们说主 如果她要到你这里来 她现在已经预备好 如果你要她在地上更多为你工作 你知道怎么办 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没有到处找人来医治 甚至于也没有要求很多人为她祷告 虽然有些人为她带祷 我就再带她去医院 所以医生就把别人眼睛的一部分 放在她的里面 我们就想这样可以了 好了 后来医生说其实我做的还不够 在那个时候 有一个从纽西兰来的年轻护士 就到医院 我妻子这里 她怕得直发抖 跟妻子说 我真的为你害怕 我做一个信耶稣才两个月 魔鬼现在要摧毁你 他说主要我告诉你 你可以向山举目 一个礼拜十天以后 我妻子跟我就跑到加拿大去爬落基山 爬完山之后我们又回到原来的医院 那个医生用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 仔细看他的眼睛的里面 他说到底是哪只眼睛啊 当他明白我妻子是得医治医 那个医生就把手放在一起说 我加入你们的信仰 他是一个犹太人 我的妻子现在还跟我在一起 昨天晚上还跟她说话呢 这个癌症的连一点影子都没有 所以她很高兴地就说 那我现在死就是别的原因了 然后我的女儿在36岁的时候生病了 三个月都没有好 医生说她就只是太累了 需要一些营养 然后有一次我再讲到 我太太在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女儿就去看另外一个医生 这个医生就诊断是最糟的血癌 她的女儿就医生给她女儿两个小时 为自己的小孩找一个家 然后我的女儿就必须要马上进医院 女儿就赶快打电话给我们 告诉我们诊断是这样 她只能再活一个月 我就很长地散步跟主 我说主 你知道从开始到结束 这个是不是致命呢 主说你就是来 她要跟我一起 我就祷告了一个非常地祷告 我说主啊 不是几个月 你就快一点吧 让她很快 所以在三个礼拜之内 她就离开了 这个我们就不拍手了是吧 为什么不拍呢 因为神做的任何事都是对 好的 当时我不明白 但是神在她的恩典中 慢慢就向我启示 她做的是对的 知道这个宇宙是在一个凡事都会做对的神的手里 多好 我们不是都看见 但是我们相信 她是一个好神良善 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这是公义的正面 这是为什么神没有特别偏爱 你不能够毁禄他 不能够败坏他 因为他是公义 你不能够摧毁他这一点 不能影响 每一个他做的都是全然的公平 完全不偏心 完全公义 我发现那些不相信的人说他不公平 是不相信的人说他不公义 我们当地的殡仪馆的负责人姓神 他在我们教会做见证 我问他问题 我说你天天接触死 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死亡 他说我从没想过 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也会死 即使每一天我都在安排死尸的事 我简直难以相信 然后我跟他说你去了很多悲剧死亡的家庭里 有没有注意到在基督徒家里有人死亡有什么不一样 立刻他回答说有的 他说在基督徒的家庭里没有苦毒 悲哀 但是不苦毒 这是我增加的 因为在基督徒的家庭里 他们知道神是公义的 所以公义的负面是什么呢 负面是他不会做错事 我曾经拿过一张纸在上面写 全能神不能做的事 很快就写下三十件 这个全能的神不能做的 我很惊奇 他不能说谎 不能毁约 不能够想污秘的思想 不能说脏话 我就继续写下去 整张写满了 我就想 全能的神不能做这个 然后我很惊奇地发现 这些我全可以做 眼睛做过 我就在想说 我虽然做这个 可不比全能神更大 反而我觉得很微小 神是公义的 你做许多事 神是不能做的 他的本性 不允许他做 我们相信什么样的神呢 这个是掌管我们万有的神 让我告诉你一件事 我们神爱公义 胜过爱人 这个你听见得很惊奇 但是一件事就证明了这一点 挪亚时候的洪水 他为什么把整个世代都摧毁了 因为他们这个世代不公义 神爱公义胜过爱人 如果你爱人胜过公义 就不会有洪水 我们就知道神爱公义胜过人 这个对于不信的人 是个很大的震惊 确实是实 也就是为什么神自己的儿子要死 因此我们可以信任神来处理一切的不公义 唯一的是他并没有决定立刻就处理不公义的事 神不是每个礼拜五跟我们算账的神 如果他每个礼拜五跟我们算账 我们没有人会在这里 他给我们悔改的时间 他确实摧毁了挪亚时代世代的人 当他们一旦不公义透的时候 但是他就立刻应许不再这样做 也就没有再这样做 但他已经定了一天他会这样做 那一天没有人能够脱逃 圣经清楚这样告诉我们 在我的国家 警察大概只逮到罪犯的百分之三十 所以你如果在英国犯罪的话 有很大的机会 你就可以逃跑 但是只有英国警察是这样的 神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一切全部被记录 也被全部记录在这里 在我们自己的记忆里 有意识无意识都在那里 但是也都在天上 天上有记录 有一本书 在上面我的生命你的生命都记录起来 我们所说所想所做所感觉都在那里 都在那里 这个书有一天会打开 因为神是公义的 因此他必须处罚过犯 他也应许他会出法 但是是不是有人因此可以不被出法 你要这样想 有一天你会大为惊奇 发现已经全部记录下来 不只是公义的神处罚过犯 他必须有一天 铲除一切邪恶 即使他现在在忍耐 但是终有一天 一个公义的神会上 一切都成为公义 在圣经里他已经应许这样做 在神的日历上 已经写上日期了 那一天一切的错误都要被处罚 永远被铲除 跟着那一切的 我们的眼泪 我们的痛苦 我们今生的受苦都将消失 因为神看这一个宇宙 其实已经没有了 因为已经错误的一塌糊涂 神在圣经里清楚地写明 他的用意是要有新天新地 新的地方 新的天 他告诉我们关于这个的一件事 唯一可以存活在那里的 就是公义 唯一能够住在那里的是义人 这个从一开始就把我给除掉了 把你也给除掉了 除非 有这么一条路 让你我可以变成公义 好像神一样 好像跟他一样的圣洁 简单说 我遇见很多人 他希望在今生快乐 来生圣洁 神的旨意对我们呢 神对我们的旨意是 今生圣洁 来生快乐 所以有没有一条路 让我可以圣洁公义呢 除非有这么一条路 神的公义对我就是坏消息 因为我没有办法活在一个公义的社会里 我自己很快就把它污染了 因为我自己的缘故 别人也是这样 在破坏神的公义 好消息是福音就是关乎公义 关于他的公义不是你的 而这个公义是我们可以得着的 现在要读保罗书信 I'll read just two verses and you can read them after I have done 读保罗马书 I am not ashamed of the gospel 我不以福音为耻 because it is the power of God for salvation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of everyone who believes 要就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西利尼人 for in the gospel 因为 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这义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如今上所记 义人必因信得生 这里没有讲一句神的爱 这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六十七节 不告诉你章节 我已经说了 来不及了 你有注意到福音是关乎什么吗 从神来的义 神的义是坏消息 从神来的义是好消息 祂可以让我们成义 这是地上所有人听见的 可以听见好消息 你可以借口 你可以说没有人是完全的 当然这个不能包括耶稣 祂是完全的 祂说你也可以完全 这个是好消息 怎么来到我们身上 有两步 如果我给你一个神学的字 然后解释 第一个是称义 是一个法庭里面的一个字 当一个犯人他们说这是无罪 而法官说好那这个案子就结束 祂是无罪的 因此祂就称义了 祂喜欢新几内亚有一个不是真正英文的英文圣经 他们不是用称义这个字 神说祂是可以了 这个就是称义 或者如果像神学家所讲的 神的义就种植在祂的身上 从那一刻神看他就是一个无罪的 可是神不是跟自己开玩笑 祂当然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 但是祂对待他如同对待一个无罪的人 从那一刻 祂对待他如同对待一个无罪的人 从那一刻开始他对待他就是一个无辜的人 已经是公义的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叫他是圣人 在新约里面讲到圣徒不是一个超棒的基督徒 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圣徒 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名字前面 如果你是彼得你可以叫自己圣徒彼得 是玛丽就说圣徒玛丽 你是一个圣徒 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神也会让你成圣 这个就是在神学上叫做赐给你的公义 这个字就好像就算在你的账上 就是讲说是一个成圣的过程 刚刚讲到诚意是拯救的一开始 神要把你预备好好进入新的世界 如果按照你现在的样子就进去的话 你会把那里就搞污染 他要把你从你一切的罪里拯救出来 让你先在这里洗干净 预备好领受新的天地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儿子耶稣跟圣灵可以成了 我说神好到没有办法 赦罪让有些人非常吃惊 如果说赦罪就是简单地把它忘记 把它忽视 一个良善的神不会这样做 一个公义的神不能够忽视罪 他只能够在罪驾付上之后才能够赦免 这就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 我们因为耶稣死称义 但是保罗接着就说 因为他的生我们就将如何地得救 当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 他的生命就来到我们身上 成圣灵的过程开始 直到我们跟神一样的圣洁 跟他一样的公义 然后他说你现在可以来住在新天新地 所以这个就是福音 这个好消息是让坏人变好人 罪人成圣徒 我们所有的人得到一个正直生活的可能 所以在我们心深处 难道这不是我们都盼望的吗 我常常问人 你是不是你所希望的那样好的人 我发现每一个人心里面对自己都是 我发现每一个人心里面对自己都盼望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